大家好,在中国吃韩国烤肉会是一种怎样的体现呢? 今天我就带大家在盖鱼韩罗院感受一下 现在服务员正在上前面的小菜 这是他们家的南瓜粥,非常好喝 我每次来都要喝好几碗 现在小菜上完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豆皮,海带,豆芽等,非常丰盛 现在我们开始烤肉 今天我们选择的是特价的双人套餐 我们现在先将鸡肉还有梅花肉放在烤盘上面进行烤 他们家的肉都是提前用料煎制好的 所以直接放在烤盘上面进行烤就可以了 我们在烤的时候要把肉平铺开来 这样可以让肉受热均匀 尽快的烤熟 我们也可以在等待肉 被烤熟的时候先吃一点小菜 现在服务员把石锅拌饭已经端上来了 我们就直接让他将我们的石锅拌饭拌一下 这里我要说明的一点是 这个石锅拌饭是有酱的 由于我吃辣少 所以就没有让服务员把辣酱放在里面 喜欢吃辣的小伙伴可以把辣酱放在里面 这样拌出来的话味道会更好的 水锅拌饭拌好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烤肉现在烤的怎么样了 我们将比较大块的肉剪成小块 这样方便食用 肉剪成小块后 基本上也要快熟了 烤肉熟了之后 我们就现在开吃 烤肉都会配有蘸酱 我们直接开始蘸酱吃 我个人喜欢把这些酱全部蘸一下 然后再吃 这样感觉味道很好 喜欢吃烤肉的小伙伴 可以过来品尝一下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